大樓監視器拍下一男一女 在門口拉拉扯扯 吵架吵到動手 男的用力扯女生頭髮 要把她拉進門 女的不敵男子力氣 跌倒後被壓在地上 雙方疑似扭打成一團 消失在監視器裡 沒多久女生突然慌張跑出來 男的跟在後面 手跟外套滿滿血跡 壓著頭走出大樓 整身套都喊 都說抱歉 你到底是怎樣 我認了 你會不會告訴我 對了 衝動幹什麼 24號晚間 住在高雄鳳山區的 一對男女朋友 兩人喝完酒 女生說還不想回家 雙方就在家門口大吵大鬧 男的扯女生頭髮 要抓她回家 女的痛到反抗拉扯 過程中男生不小心 撞破玻璃門 頭破血流 兩人都掛彩送衣 我穿到這女生 這台女生就行了 雙方皆有受傷 但雙方均未提出告訴我 喝醉酒後情緒激動 男女朋友吵架 氣到動手動腳 扯頭髮抓人 自己還砸碎玻璃 撞破頭 渾身是血 所幸意識清楚 送醫治療 感情糾紛可得好好溝通 記者和商騰京縣中 郭宜貞 高雄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 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